沈大師說投資是有別於一般比例的節目 我們主要不是在於比例 而是分析大局、分析邏輯 更加以一個宏觀的方法去看一些東西 這件事也幫到大家很多 譬如說,如果在2017、2018年 你跟我去儲金 現在來說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收成 當然這還未算 因為我們的看法 對於黃金的未來發展的視野 其實不是單單看今次的升昂 所以黃金的看法一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節目是一個收費節目 每季是550元 一季是13集 現在已經開始訂購 今天就是最新一季 第27季的第一集 希望大家踴躍訂購 如果今集出門之後 其實我們是可以讓你們重溫 一路一路有訂購的話 一路有這麼多集都可以重溫 訂購的方法是很簡單的 有以下的五行 包括去上環D100的專門店 上環地鐵站E2出口的專門店 有專門店 有專人為你們收錢 以及教你們用的apps 另外舊有的網友 一路訂購的可以用轉數塊 可以ATM或現金入帳 以及在網上訂購的D100.NET 用PayPal給錢 而自己轉數的 就把你們的詳細資料 加上電話 Email過來我們就可以了 澳門觀眾也是 有澳門觀眾的訂閱方法 但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22971825 22971825 我們也有專人回答大家 好了 經過一個星期的過程 大家看到很多東西開始變 市場上也有很多的變化 當然大家聚焦就是俄羅斯入侵烏拉蘭 然後搞到地緣政治因素升溫 這個因素 但如果我在投資市場 地緣政治對於投資市場 是會在短期內有一定的作用 令市場又升又跌 大家亦都無所適從 在這個無所適從的方法 其實最好的做法就是 降低你的槓桿 降低你的孖展 減低你的駐馬 這個亦都是一個明智補薪的方法 但是幫不了我們分析市場 只不過就是不明朗因素之下 影響之下 我們不可以太進取 好了 真真正正市場的分析 首先第一項要看的 就是當世界各國開始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到什麼呢 不是看到地緣政治風險 摩羅斯打不打 或者用不用核彈 而是第一時間看到就是通脹 通脹是升溫 升得很急 我們看看情況 這個就是CRB指數 雖然現在距離歷史高位 2008年那時的位 是480 都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記不記得這幅圖 我給大家看的時間 CRB指數其實剛剛穿200 我那時應該是去年第三、第四季的時間 那時我告訴你 通脹升破的阻力位 那個阻力位大約200 之後很大機會走回2004到2008的整個大浪 也好像2004年開始突破200的水平 開始急上 你要看到近期的走勢和左邊粉藍色圓圈 那個是很相似的 而且升勢還是很急的 現在的CRB指數已經去到280了 即是商品期貨指數已經去到280 我估計這波通脹的因素 會有機會把CRB指數推上360 再到400多 但是有一點要分清楚 這次跟20年前 18年前是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這次不同的地方就是 當時因為中國的經濟過熱 中國的經濟增長 令到商品價格上升 而推出通脹 無論如何都屬於經濟帶動的通脹 而這次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新冠疫情 令到整體供應鏈出現問題 而導致的 能源價格大幅上升 而且不止能源 還有就是糧食方面 因為烏克蘭始終是世界的糧倉 我去年叫大家留意著糧食坊的問題 現在就開始很多東西出現了 當然了 這個出現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地緣政治 你說地緣政局你也猜不到 我真的猜不到 但是整體糧食的需求真的正在升溫 而且還有其他因素帶來 但是起碼一件事 我千叮萬祝大家 在12月的時間 我千叮萬祝大家 第一季的通脹會飆得很厲害 現在是不是事實 而現在的通脹飆得那麼厲害之餘 沒有回落的跡象 即是你說各國制裁俄羅斯 事態的發展就後華了 但是中間帶來的因素 我們明顯看到了 通脹還要看金和銅 我們看看銅價的表現 銅價去年上過高位 之後因為受到中國打擊大宗商品的期貨 然後淋一淋冷水 就跌回到4.1 那些位置 由4.7 這個就要每當時計 其實現在的銅價 每噸計 已經超過了1萬元美金 1萬多元美金 銅價仍然走近走勢 很漂亮的上升軌 慢慢升下跌下 升下跌下 但是逐步將底部推高 所以如果這次 我估計很快 銅價就會突破頂位 即是4.7 4.8 那些位置 而中一步去5.1盎司 那些水平 所以 銅價反映到通脹接下來 能源、資源、油、天然氣那些 亦都在CRB指數裏面反映出來 所以通脹的情況 其實是幾可肯定的 亦都是因為這個通脹情況 會導致美國加息 而且可能會急 不過最近美國那邊有風放出來 但是我們不知道真還是假 說聯儲局因為烏克蘭事件 放慢加息步伐 好啊 它真的好啊 如果可以放慢加息步伐 第一 市場就抽一會 第二 最重要的是 當它不加息控制通脹 當全球央行都加息 如果它不加息 這樣就會令通脹失控 到其時 它死得更加慘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控制通脹 令通脹失控 可能是悪性通脹 或者其實 說真的 現在美國擺明是滯脹的了 即是我禮拜一的 seminar 跟羅家聰那裡討論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它說中國滯脹 擺明現在活生生就是美國滯脹 當然了 大家的意見不同 大家都有討論的空間 不是說它一定錯了 或者我一定對 不過現在看表面證供 真的我對的機會很大 那 那麼 同價相 還有一件事 就是金價 我們看看金價 下一張 金價的情況 這張圖 我給大家看看日常圖 近期 因為地緣政治因素 令國金飆了一層 飆到最高差不多1980的位置 接著就跌下來 始終你要記住 金價的升 並不是因為地緣政治因素 而地緣政治因素 令金價升 只是短暫效應 所以跌下來是應該的 但是不阻建大使 建大使就是 金價升是因為通脹 而這個通脹才是實在 所以你要見 接著沒多久 金價又升 還有金的走勢 是大漲小回的格局 現在已經開始 做到支持在1880了 1880也是去年11月時間的高位 現在正在做1938的位置 也突破了之前的高位 之前的高位是1922的 也都是在這裏之上 的確 短暫你要留意兩個因素 第一 就是說 金在這些位可能會做整固 而整固下來的低位 應該是1880了 就是說已經升高了一級 又再做波幅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如果 如果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地緣政治因素 就風高浪急 這裏說打 這裏又不打 這裏又怕 這裏又行 這裏又行 這樣 如果confirm了 地緣政治因素的風險 金也會有機會震下來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暫時我看是180 但是最壞的情況 可以震到150、120 但是這些就是後話 不要現在這麼急 先去擔心 同樣地 在167的時間 我跟你說 128元金 根本不足為道 如果我們持實金的話 可以不用理 也跟一定一樣 在現在1900元的情況 金震百多元 不是什麽問題 所以 有機會120 但是我覺得機會不大 180的機會就大些 但是180又如何 如果這些位 我們走了些金 跟著買不回 後面就大件事 現在這樣的走勢 是大有條件 開始就轉大馬 在2000樓上炒 當然這些也是中長線的部署 現在你又看回 在當日 1800元的水平 我跟大家說不用怕 下到1700不用怕 1680不用怕 1680不用怕 1680做了兩個底 跟著慢慢上 這些就是我們 我們開始部署 整年 去年一年 在2000多樓上 開始跌下來的時間 我們部署黃金 的建倉位 當然有些同學 就已經做了 在1200 1050 1300 1400 建倉 他們算是趕得及上車 因為他們早就聽我說 如果在2018年 聽我說 1200 1300 看到倉 如果2019年 至少1400 現在你的金的回報 都起碼差不多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 五十 好過你在股票輸 所以真的看長線 長線的部署 和短線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長線的部署 不會理去中間 那些1200的波幅 你現在看回頭 說真的 現在的金價 一千九百三十幾 應該 我們全部人 都是贏錢的了 如果你覺得 黃金在這些位 都是不足為道 再上空間 有限的 你覺得 你可以走 但是 我就一定建議大家 不要走 就算回到120 也好 都不要走 因為回到120 之後再上 那一刻 你一定追不到 OK 所以 唯有 一路拿著 一路等它升 這次的金 再升上去 我都不知道 怎樣叫大家 上車 真的不知道 怎樣叫大家 上車 你記住 其實 去年 由2070 下來那一刻 基本上最低 到1680 那那個建倉位 已經差不多 是最後的建倉機會 不買黃金 難道買Bitcoin 是不是 最近聽到一個報道 很好笑的 我想也是 Bitcoin 想用來 真的抽上去 就是說 各國制裁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的富豪 普京都會 因為這樣 就逼如買多些Bitcoin 來走錢 諸如此類 浪費 根本去年 買得最多黃金 是什麼 是俄羅斯 去美元化 一路減持美債 其實早有部署 就是增持黃金 作為一個Bitcoin 所以 根本這些消息 就是市場用來蒙騙大家 我們節目最終的一件事 就是 告訴大家 哪些是假 哪些是真 我們看看今家的月線圖 這個月線圖 其實就是正正畫了兩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就是 底部的兩條藍色線 給大家看 就是說 當時在2018年的時候 我開始叫人買金 我真正開始叫人買金的是 1050 就是在這個 Trading Range 這個Range當然有升有跌 有升有跌 曾經上過1400 然後殺到1160 當時 很多學生就嚇到很害怕 會不會跌下去 人們又說1000 其實大家都知道 每一個關口 關頭跌下來的時間 一定有很多妖魔鬼怪 噪音 跟你說 金不值錢 但是 你不要說 接著過到兩年之後 2018年開始 金突破1400 直上去 2070 這裏又走了一個大的箭咀 我告訴你 那時候大約六七個月裏面 百元百元地升 當你升了才去追 很多人教你破位追 升了就2000去追 我怎麼跟你們說 我說這些位置 以前樓上不要追 甚至乎 如果你有倉的話 多 或者做槓桿的 在那些位置移跌 下回來之後 慢慢收 第二個收貨位 第二個收貨位 就是1920到1680 慢慢慢慢 逐步逐步 一跌就買 一跌就買 現在 這個收貨位也是成功 那你就跟著等它下一轉 就好像 啡色的箭咀一樣 一下飆上去2000樓上 轉大馬 轉了大馬 然後黃金就在二字頭樓上炒 然後逐步逐步來 當然 最高位 可能在未來一兩年內 見到 就是那些五六千 那些位 當然你不相信 沒得好說 我覺得 大家 這些 其實 我分析了這麼多 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來講這個大方向 大前提給大家 一定不是亂說 亦都是你們需要留意 當然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 真的要留意 亦都是可以這樣說 這個就是香港 接下來的財富大轉移的契機 怎樣財富大轉移 譬如很多人還拿著一層樓 有些人我沒有買樓 但是拿黃金 財富大轉移就是資產價格的轉變 從樓流到金 而樓價就會大跌 然後金價大升 那麼財富就效應 就轉移了 我曾經跟大家講過 十六兩黃金 絕對可以全買一層納米樓 納米樓 你現在就三四百 其實納米樓也不值三四百 將來 將來 十五兩黃金 足以買樓 你現在是有十五兩黃金的錢 沒有買樓的錢 但這個不重要 因為十五兩黃金 足以買層納米樓 Full Pay 有些人又說 現在十五個Bitcoin已經可以了 你現在買Bitcoin是甚麼價錢 你想想你現在買Bitcoin是甚麼價錢 現在買黃金是甚麼價錢 那你跟著的變化 就是財富大轉移 所以留意著 亦都是真真正正正聽著 你亦都可以信 可以不信這個說法 那大家放長雙眼看 很簡單 到真的出了事 開始出現有問題的時間 你想想到其實你買金是甚麼價錢 你買樓又是甚麼價錢 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其實這個星期的整個焦點在於俄羅斯被制裁 俄羅斯被侵了烏克蘭 我們之前幾集節目都分析過 看看現在俄羅斯有甚麼制裁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美國的SWIFT系統 即是美元結算支付系統 把俄羅斯很多銀行趕出門內 這個亦都是很多美國人要求做的事 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做這件事 就是將美元進一步推去滅亡 亦都是他們叫制裁俄羅斯 趕出SWIFT 正正是他們自己申請的 就是美元的崩潰 這個我等了很久 亦都是希望這下做出來 就開始走到另一件我們預期的事情 當然瑞士前所未有 就是放棄了政治中立 加入對俄的制裁 俄羅斯打烏克蘭 老實說如果根據聯合國的憲章 其實是不對的 但是如果你根據烏克蘭、俄羅斯、前蘇聯 很多的歷史問題 其實是有斟酌的餘地 當然最終其實俄羅斯為何要打烏克蘭 當中還有很多的涉及到深層政府的因素 這些可能大家會覺得我吹嘴 那就無謂說了 有興趣的 將來有機會再說 但是記住一件事 當美國說制裁俄羅斯 用SWIFT的系統來制裁它 禁止它作美元交收 這個時間開始有一些因素 起了變化 俄羅斯第一 開始用中國CIPS的跨境支付系統 即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作為它的交收 這是第一步 第二 也說出來了 就是說 它自己都有過俄羅斯幣的交付系統 現在就開始正如我之前說 各國去美元化 開始大家不用美元 現在下一步你就看了 究竟歐洲人 是否真的可以不跟俄羅斯買石油 買天然氣 如果是 大家不要用 你用你的我用我 但是如果 其他各國 可以買天然氣買石油 要跟俄羅斯買的 我這裡不作評論 情況究竟是多嚴重 那它就一定要用CIPS的系統 即是用人民幣做交收 它可以不用 所以兩國的博弈 未知勝負 但是如果 因為現在制裁它 不用Swift 即是你買 你用的話 就一定要用CIPS的系統 那你說 開始 美國人怕不怕呢 其實 美金印多多少呢 美金的供應是否突然多了呢 這些我們留在第二部分的節目 跟大家說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